随着旋律拉起二胡 组成美妙好听的音乐 为何二胡可以拉得这么厉害 他们就是参加猫罗西社区大学 民间分校二胡班的课程 从基础一步一步学 现场也有专人布置茶席 负责泡茶 让大家可以一面闻着茶香 一面享受好听的音乐 随着凉凉的风 心情也相当轻松 这是猫罗西社区大学民间分校 所举办的草地音乐会 让学生可以展现学习成效 感觉这个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觉得非常的开心 能够在这样子美好的一个场地 有皎洁的月光 然后还有淡淡飘来的茶香 当然是一个非常愉悦的一个心情 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上初是二胡班跟茶文化班 他们觉得这个场景 对他们来讲他们两个班可以相舞相成 而且他们这个风景真的是蛮不错的 其实原理也是这样子 活动中有许多人特地拿起相机 为大家记录美丽时刻 他们也是社区大学的学生 因为对拍照有兴趣参加摄影班课程 在这次音乐会中 除了为大家服务 也借此磨练摄影技术 这个特色就是说 把茶跟文化做结合 然后在品茶品名的过程中 又欣赏二胡的一个表演 今年更不一样就是又加入了摄影班 希望在这个品名 还有欣赏音乐的过程 摄影班也可以一起来 一起共享 把这个好的一个景象 给摄影留下来留念这样 二胡 茶艺 摄影各班学生 分别用演出 泡茶以及记录 来展现学习成果 也在活动中透过聊天 互相分享自己参加摄大的心得 既有蔡侃南斗县采访报道